中阶硬性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的见证下 张荣新从黄明昭的手中结果硬性 接下警政署长一职 掌管全国警察大军 五二零星内阁上任 警政人士也跟着异动 而上任后 新任署长张荣新 马上要面对的 就是五月二十四日 立法院院外的城抗集结 新任的警政署长张荣新 警大第五十期 过去承认新竹县警局长 保留总队长 台北市警察局长等重要职务 卸任的黄明昭警大五十一期 承认基隆云林警察局长 以及刑事局局长 将接下国安局副局长职缺 至于台北市警察局长的空缺 外传将由警专校长方阳宁接任 那未来这个部分应该就是会 再来做讨论 因为今天刚就职 那未来就会跟台北市政府 来以及这个中央来做讨论 这些计刑的人选的问题 张荣新上任后 警戒是否会有一番人士大调动 也受到外界瞩目 民事新闻 钟爱诚 黄启豪 SNG小组 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民事新闻网